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後來呢 好啦 那麼他就跟我講一句 我覺得話我還覺得蠻經典的 他說婚前他的老婆種種的優點 讓他覺得與有榮淵 彷彿戴了高帽 他說但是婚後他老婆原來 本來做的事情都沒有變 甚至還收斂了一些 但他怎麼看都像戴綠帽 奇怪 為什麼多了一個婚姻關係 帽子事業 因為他老婆的事業越來越好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男人會陷入一種沙文 所以可以跟廖老師分享 我聽過一個男生講 他說成功的男人背後 都有一個支持他的偉大女人 但成功的女 他們認為成功的女人背後 都有許多的男人 這什麼邏輯 成功的背 成功的女人背後 都有許多的男人支持 這就是男性的沙文 你意思是說又是說什麼 睡出來 不是睡出來 就是說他會覺得 對 你一定是靠很多人的 對 就是那些關係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要這樣解讀 都有很多男人 有的男人是覺得這個女 他已經不把他當作一個是 有性別的人了 他工作真的很好 他為人真的很好 我在工作上 所以就欣賞你的能力 是也有的 是也有這樣子 那很多男人 我跟你講 如果事業那麼成功 光睡覺的時間就不夠 光一個男人睡覺的時間就不夠 怎麼可能有那麼多時間 跟其他男人睡覺 老實講 所以我們就說 同時間的婚配上來 你這也是這個經典 我講 真的是 我是講真話 拜託你跟人伴我 在平衡店不用兩點間 廖老師你話題 可不可以導向深入一點 好 回到你這個 好 結果你要經典 我們這個經典也來了 後來他跟我說 就是要離婚之前 他們已經一年多沒有同房 更不用說刑房 然後我就問他說 誰的問題 他說 不曉得 其實我老婆也沒有拒絕我 但是每次我跟他 面對他的時候 我就是起不來 就是起不來 然後我就問 睡過頭了 算得好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那如果就是在別種 別種情節影片輔助下 一切正常 但他只要一看他老婆 就請不來 他老婆很漂亮 我要先跟你說很漂亮 身材也很好 好啦好離 離了之後 兩個人都沒有在各自發展戀情 但是兩個人還是有來往 現在他們連用LINE 我打字都會手痠 他們連用LINE 都可以聊個好幾個小時 離婚了 離婚了 現在變成無話不談的麻吉 他們還是會常常一起出來看電影 約會等等 有沒有上床 有 有 而且還有還有 我這個麻吉呢 跟他就是離婚之後 然後在親熱的時候 神有無比 非常神有 好 那 感覺你有在現場耶 鍾伯 沒有 他跟我很好 對 我覺得他不是感覺我在現場 他就是在鼓勵跟暗示 OK 那結果這個時候 我就當何事老了 我說那你們乾脆就在一起 男的跟我說不要 他說如果我再繼續跟他在一起的話 又回到以前了 一定會回到以前 他又會自卑 可是呢 這裡有一個重點 女的也講 他說我也不要跟他回到以前 因為回到以前的話 我還是會瞧不起他 我還是會覺得他賺得比我少 兩個人分開之後 你知道現在過得多好嗎 女的現在年薪數百萬 在信義區有兩棟房子 大安區一棟房子 因為他自己做房仲 那大人不要再婚了 對 然後我這位朋友 你開始說你變得非常好 因為他再也不自卑了 女的是再也不用 受老公的約束 大方的應酬 那男的呢 現在再也不自卑 啪啪啪 鄭大哥剛才說 他是小科員對不對 他現在是科長 哇 升官 科長 對 女生離婚後也變好 男生離婚後也變好 兩個人離婚後感情也變好 對 你現在宣導離婚了 離婚後兩個人又過 你不是宣導離婚後 她老婆私底下把我拉到旁邊 又有時拉到旁邊了 跟我講說 她說松柏 我跟你講 她現在是我朋友 好朋友 她做科長我覺得非常光榮 可是如果她是我先生的話 做科長我可能又覺得 還是不夠 對不對 因為她現在數百萬 怎麼會這樣 還有賣博嗎 跳得比較快 所以分開一個距離 反而可以欣賞彼此 也彼此有些空間 對不對 可能是這樣吧 對啊 OK 那迪志偉呢 雙方都是教授也要離嗎 沒有這個 教授那個故事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現在在分享一個 我覺得就是說 憲你好厲害 我以為你忘了 會見那個寵物講 不會 這個不錯 男品質夠多 有一對夫妻 然後這個太太她是高職畢業 所以她其實工作 因為剛剛鍾伯講說工作 所以我就附和這個故事 那她是相反過來 反正就是說太太是一個高職畢業生 然後先生其實就是學歷比較高 然後工作的職務跟薪水都比較多 那在傳統的社會觀念裡面 就是男生就應該是這樣 女生就應該是那樣 傳統的概念裡面 所以她們是跟公婆一起住 那這個女生她就當行政助理 一個月的薪水就是22K這樣 那22K其實坦白講 你小孩送去給保母 就大概這個錢了 然後她呢 就是說這個婆家 因為這個媳婦 就是一個月才賺2萬2 從早到晚去上班 就早上可能8點去上班 5 6點才回來 幾個月才2萬里 薪水越低 工時越長 然後就等於小孩 是不是就要公婆幫忙 等於她的公婆已經退休在家裡了 然後她們是公務員退休 其實她有終身縫 所以就是等於說就看這個 他們因為家裡不是說特別有錢 而且公婆也沒事 就幫她帶小孩 但這個公公婆婆就是覺得這個媳婦 就是看不順眼 就是你去賺那點錢 還不如在家裡帶小孩這樣 那這個先生也覺得說 對啊 你去賺錢 這個錢2萬2 我們如果把小孩送去給保母 也是這個錢 那既然媽媽 你不如自己帶 對 你不如自己帶 那她心裡想說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 才可以讓家庭和諧 那她就寧願 她就覺得她犧牲沒關係 因為她其實也是覺得 工作是一個興趣 半天面對小孩 她也會崩潰 很煩 對啊 但是因為公公婆婆 帶幾天覺得OK 幫你一直帶 她也會覺得很煩 很累 很累 公婆人家老人 不行 她退休她想要過比較 她孫子只想要玩 她不想要帶 所以後來呢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 她辭職 她就回來家裡帶小孩 那就帶小孩 就顧小孩嘛 其實就大概前半年都還好 後半年這個公公 公公婆婆就約我話講 結果講說 你帶小孩也帶婆婆 因為她第一次當媽媽嘛 年紀也輕 帶小孩當然比較不會帶 那這個婆婆跟公公就是說 我看你這樣子帶小孩 我自己來帶好了 你還是出去賺錢好了 結果公公婆也覺得 你出去賺錢好了 看你帶小孩這個樣子 就是覺得 不合格 對 就覺得你這樣不合格這樣 那她就覺得說 那你們到底要怎樣 我去工作嫌我錢賺得少 現在又要叫我出去工作 所以她等於跟她公婆的關係 就非常的緊張 然後她跟她的先生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搬出去 我不想跟公公婆婆住 那這個男生說 我雖然雖然有個薪水 可是我還沒有辦法真的出去 然後你看出去 你小孩要給人家帶 我們又要幫房租什麼的 所以還是跟爸爸媽媽住 但是就是因為溝通之後無效 那這個太太就說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在這個家庭生活 所以我要搬出去 那這公婆就說 所以她沒有說要離婚 她只是說她要搬出去 那這公婆說 妳如果搬出去 妳就不要回來 妳一會等了搬出去 妳就不要回來了 那這個媳婦當然覺得說 那就搬出去啊 我怕妳啊 她就搬出去了 這種話好重 對 就是公婆這個話蠻重的 但是這個女生 她個性也比較強 她覺得我已經妥協這麼多次了 她就搬出去了 那搬出去 她那時候心裡想說 要不要把女兒帶走 她有一個女兒 那以22K自己睡房 對啊 那就跟這個先生 就分居長達五六年的時間 那小孩放在婆家 小孩就是在婆家 因為公公婆婆不把小孩給她 她自己也知道 我把小孩搶過來 我也沒有 我沒有能力養 所以她就 她就在那五六年的時間 就是說她即便要探視這個女兒 其實都不太容易的 但是她也沒有前走法律 探視這個女兒都是 可能要偷偷的到學校去看 或什麼的 那就是在她女兒大概六七歲 已經念小一了 然後她就有一次去看她女兒 她就發現這個女兒很叛逆 因為你知道公公婆婆 有時候在帶小孩是很醜的 所以就把這小孩寵到一個 她覺得說怎麼會 連媽媽講話都 對媽媽都沒大沒小 她就很擔心說 她女兒以後長大 會完全不認她 或者是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 甚至是個性上面 會出現偏差 所以她就決定說 再加上她的收入比較穩定 她想要爭取這個女兒的監護權 她就跟她老公講說 我們也已經分居五年了 是不是可以 我們就離婚好了 然後這監護權 我想要這個監護權 那這老公當然就跟她講說 其實這個老公小孩也不是 都是公婆帶 這老公是說 的確五年我們是沒有感情的 事實上這個老公自己 已經交了另外一個女朋友 只是她有婚姻關係 不能怎麼樣 這老公說 我可以 我是沒有問題 可是你要去問爸爸媽媽 問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說我們可以離婚 才可以離婚 那這個媳婦就去跟她公公婆婆講 公公婆婆說 好 要離婚喔 可以啊 要小孩接護權也OK啊 兩百萬 錢拿來 錢拿來 就跟她要兩百萬 因為我自己帶孩子帶五十年 好 這兩百萬接下來怎麼樣 等一下喔 來 休息一下 來 對 對 對 要兩百萬 要讓自己炒掉 然後回頭要來